台南市雪甲有一场特别的绕镜活动 80位来自30个不同的国家 在台湾读书的留学生 他们穿上的糖装仙女服 参与了绕镜祝福宝生大地生日快乐 最新的情况我们要请王岳芳来告诉我们 岳芳 第一观众来看这一场非常特别的绕镜活动 原来这是在台南市雪甲的慈激宫 有80位来自30个不同国家的外国留学生 男生是穿着糖装 女生是穿着仙女服 他们手上都拿着自己国家的国旗的兽陶 来参与绕镜来看一下现场的画面 这群外国留学生分别来自日本 奈吉利亚 瑞典 美国 以及纽西然 他们手上都拿着兽陶 而且兽陶上面还特别插着自己国家的国旗 目的就是要来祝福宝生大地生日快乐 可以看到现场气氛真的非常的热闹 而且这一群外国留学生在庙会的镇头中 也格外的强眼 原来台南雪甲的这一间庙是供奉宝生大地 这一次举办这个绕镜祭典 是特别邀请了80位来自外国的这个留学生 组成联合国队伍 要让他们感受台湾的传统的宗教文化 那么就是掌握到最新情形镜头 交还给蓬美主播 好 谢谢约方 这是蛮特别的绕镜活动